12月17日,香港海关表示,于12月5日在香港国际机场破获一宗贩运冰毒案件,查获约110公斤怀疑冰毒,估计市值约7700万港元。 这是香港海关近十年来破获的最大宗贩运冰毒案,也是海关有记录以来在关口破获的最大宗冰毒案。 香港海关毒品调查科毒品调查第一组指挥官陈少秋表示,香港海关与海外执法机关交换情报,得知有一批由墨西哥经美国阿拉斯加州来香港的货物有可疑,海关随后在机场检查该批货物,发现大量怀疑病毒,而且香港的收货机构拒绝收货。海关正在追查货物来源,未来获惠拘捕罪犯。 根据空运提单上的记录,收货是香港一间销售婴仪产品的跨国公司收货,通知票货到了,而当日航空公司也是按照正常惯例通知他,对方表示不知情这批货不是他,所以没有拒绝收货。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的调查方向,就是整个物流链,就是包括由墨西哥起步记,当中涉及的货运公司,经过中转站美国阿拉斯加,再来香港, 那这里整个物流链里面有很多个有份参与的party公司。 香港海关空运货物第三组指挥官朱家颖透露,当海关人员检查这批暴称为胶珠的货物时,三个箱子经过X光机时的影像有可疑。 里面有两层不同密度的物料,打开三箱货物进行检查时,有浓烈柔顺剂的味道。 相信犯罪分子想以香味遮掩冰毒气味,海关工作人员开箱后,发现箱内顶层放有胶珠及发泡胶,但箱内有另一块纸皮,盖住另一个纸箱,在三个箱中箱内发现120个小胶盒,每个胶盒有保鲜膜包裹,再有两层真空袋密封小胶盒,每盒内藏有0.92公斤怀疑冰毒,总共有约110公斤。 朱家莹表示,货物最大的可疑点在于胶珠非常便宜,并不是墨西哥特产,专门从南美洲运来香港,引人怀疑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209公斤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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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